你跟麥可還是有性生活? 最近是沒有啦 不過他最近一直有稱讚說 Baby你看起來好年輕喔 感覺他眼神已經有那種 浴火重燃的感覺 他在老校婚禮上說 當年就是沒有追到零氣的 你有生氣嗎? 沒有 因為他是開玩笑 他是 當年 真的是30年前就認識他 可是應該是沒有追啦 欸?我也不追 應該是沒有追 欸?寫天在路上這樣子 隨便和別人走 都不擔心 對啊 因為其實那一天我跟我老公就是 在家真的太無聊了 然後隔天又是那個 不用上 沒工作 然後他就說 Velie我們倆這樣 會不會真的太像老人 我說問題是 沒地方去也沒事做啊 他說好吧 那我要去健身房 我說那我要幹嘛啊? 他說那不然你跟我去 然後我們就一起去 然後去完健身房之後 他就說 要不要去對面那家 那個lunch bar好像還蠻好玩的 然後我們就去裡面 本來想說喝一杯就走 然後他就約了朋友 就來了一大堆人 然後他們就說 再去另外一家 那個也是很紅的什麼夜店 然後又去另外一家 然後就開始喝到有點開心 然後但是 就差不多要回家了 然後回家之後 就經過一條街 就滿滿的兩排人 都是年輕人 我想說他們到底在幹嘛 我實在太好奇 我就把窗戶咬下來 然後就這樣 欸?先生先生你可能過來一下 然後他就過來 我說請問你們在幹嘛 他說喝酒啊 我說蛤? 有這麼爽的事 然後就有人說 小意思 欸姐欸姐 然後就突然有人說 你喝你喝 然後我想說 不喝百瓦 然後我就喝了 然後喝了 喝了一口之後 然後又有另外一杯 然後就 那個保溫瓶的說 欸姐你也喝 然後我就喝了 我說喔 這是威士忌不一樣 因為一個是親嘴 也是威士忌 然後我想說 我這樣好像做了錯誤的示範 因為我女兒那個去美國之前 我就一直跟她講說 不准喝陌生人的酒 就算是一瓶的飲料都不行 他們可以用針孔 注射一些什麼東西進去 絕對不准拿陌生人的東西 然後 影片播出之後 我想我女兒應該覺得 這是什麼媽媽啊 還是要提醒 不過我在臨組之前 我還是要跟現場那些少女們說 你們不要亂喝別人的酒 我說因為你們都很漂亮 我又提醒他們 所以那天其實是自己 有點做錯誤的示範 不過跟他們在一起很開心 感受到年輕人的活力 我有聽到天丁 我還想說 他是要講廖天丁的故事嗎 他爸爸是一個很隨性很豪邁的人 就祝大家身體健康啊 發大財啊 天丁啊 我想說 廖天丁嗎 然後他們就說 天丁 然後我想說 喔 這是每個長輩都會講的話吧 早生櫃子啊 什麼之類的 蠻多人都替Summer 我反倒覺得太不捨 因為他畢竟年紀已經五十一歲 我覺得根本不用管他們 就是 長輩一定會講的話 就是那麼幾句 就祝你們幸福吧 大家健康啊 然後 早生櫃子 讓我抱孫啊 其實他們也是在很歡樂的情況之下 就會講這種話 私底下我相信他們都不會給對方 我也不知道了 但是我覺得他們兩個就是 不用管任何人 別人的意見 建議想法 就是用他們的生活相愛 用他們的方式生活 用他們的方式相愛就好了 那那個不CD啊 就是每次節目都會有一些爭議啊 像今天那個林書宇 有發長文 就說因為你說他很可惡 他對面那一集 然後他就被網友罵 然後就說他應該要離婚 他之前那個髮工師 幫人家出軌 喔 對 然後那個小提琴那個菜木炎 就節目這些事情 你自己私下就怎麼看 嗯 這個我如果萬一得獎的話 那我在台上說 哈哈哈哈 你會覺得很委屈嗎 不會委屈耶 我覺得如果上 上節目 上我們節目 然後因為我的話或什麼 然後造成那個 網友把他當真 然後去攻擊他的話 他的話 我也覺得 我自己也會覺得很替他心疼 更覺得 怎麼會 就是網友為什麼要當真 就是已經看我看了 30年 難道還不知道我講的都是 開玩笑的話嗎 所以就是 希望大家看我們節目就是 RELAX 不要那麼認真 我講的話真的 很多時候就是做效果 偶爾是真的 比如說我跟我老公 哈哈哈哈 所以如果淑宇真的不開心的話 真的希望大家不要再這樣子 淑宇是一個我很喜歡的來賓 很可愛 很願意分享 謝謝大家